韩国居民区京县巨大天坑 整栋公寓大楼垂直坠入 六人不幸被困地下500米 这是一场有关求生的刺激冒险 他们最终能否逃出升天 故事开始 公司职员老朴喜提新居 带着妻子和儿子搬进了新建的公寓 开心的老朴在家举行简单的乔迁宴 同是热情的上门祝贺 推杯换斩间 同是光珠和治秀罪的不省人士 夜已深 老朴干脆留两人住了一晚 第二天 因公寓停水 大部分居民已外出 这时光珠悠悠转醒 立马想起今天要参加好友的婚礼 搭了一辆出租车往现场赶去 汽车没走几步 光珠想起望拿钱包 立马让司机绕回了公寓 当光珠返回出租车后 等待他的司机正在打电话 这时可怕的灾难突然降临 公寓大楼开始剧烈晃动 四周的地面出现深深的裂纹 地面渐渐塌陷 慢慢把大楼吞没 吃瓜群众以为发生了地震 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 车内的光珠吓得手足无措 最终跟随大楼一起坠入地下 一段自由落体后 大楼被卡在中间 光珠跟着出租车 掉到了楼顶 这时大楼又是一阵晃动 出租车因此滑下楼 撞破窗户玻璃 滑到了老条面前 光珠激动地锤打车窗呼救 结果 倒霉的光珠急得一通乱暗 这时传来了女人的呼救声 老朴迅速赶了过去 推开翻倒的柜子 救出了女同事质秀 这时 一个男人从楼顶掉了下来 大壮给老朴带来了好消息 在灾难发生前 自己看见他的妻子和儿子乘电梯外出 听到妻儿逃过一劫 身处困境的老条 有了些许安慰 天坑外 救援队想要下坑救人 可由于地基不稳 松动的石块不断掉入 为了安全 只能先把救援队拉了上去 坑中的四人还等待着救援 想用手机联系外界 却没有信号 抬头望去 几人开始大声呼救 可距离太远 坑外的人无法听见 这时 大壮突然听到了儿子的求救声 急忙跑去查看情况 用力推开堵住门的杂物 救出了被困的小帅 大壮此刻有点崩溃 不知何时能等到救援 五人商量着如何生存下去 爱看荒野求生的小帅 活学活用 让大家收集食物等生活物资 安心等待外面的救援 智秀三人回到了房间 想到奋斗十一年才买的房子毁于一旦 悲伤的老嫖欲哭无泪 光珠想到还没跟女神表白 懊恼地低下脑袋 智秀则劝两人要振作 屋外小帅和大壮到处寻找生活物资 一番寻找收获颇风 饥饿的五人围坐一团准备开饭 大壮神秘地拿出刚刚找到的大宝贝 敲掉上面烧干的泥土 一只香喷喷的叫花鸡完美出锅 大壮把整只鸡一分 五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 围在火盆旁闲聊起来 坑外 救援队操纵无人鸡 想要查看坑下的情况 可深入一定距离后 超出了遥控范围 无人鸡直接断线 直直往下坠落 小帅听到声音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无人鸡掉在了泥土上 无人鸡上刻有救援队标志 激动的小帅喊来其他人 屋内的四人兴奋地跑了出来 结果只有一个失控的无人鸡 小帅对此解释道 由于地下距离太深 GPS信号较弱 导致无人鸡操控失效 坠入地下200米的大楼又开始剧烈 同时不断往下坠落 一群人想抓住楼顶护栏 可晃荡过于剧烈 人无法站稳 东倒西歪 悲催的光珠滑到天台边 好在这时大楼到达底部 光珠也抓住了一旁的护栏 可大半个身子悬于空中 光珠用了吃奶的劲也爬不上去 好在 同时智秀发现断掉的电线 开始拼命地往那爬去 突然一块石头快速滚来 大力妹子一个帅气地撑手跳 夺过了致命一击 光珠也幸运地与石头擦肩而过 最终智秀有惊无险地拿到电线 他靠在墙上喘了口气 接着拿起电线绕住护栏 然后把电线的一头用了抛给光珠 光珠死死抓住救命稻草 智秀则握住另一头 接着拼命冲刺往上拉 一旁的几人见智秀如此卖力 像打了鸡血一样加入战局 在大壮和老朴的努力下 光珠被一点点拉了上来 智秀则因手中的绳子变长 顺着斜坡往下滑 尽管如此危险 他还是死死抓住绳子不放 中途与光珠相遇 四目相对见 两人暗生情愫 这就是所谓的生死之交 站在顶部的大壮 拼命拉住了两人 看着奋不顾身救自己的智秀 光珠温柔地拿走 女神头发上的木屑 氛围瞬间变得有些暧昧 可电线因承受不住突然断开 光珠和智秀迅速往下滑落 好在光珠及时抓住了老朴的脚 另一只手则牢牢握着智秀的手 大壮也因惯性的作用 不幸掉入犹如沼泽的泥土里 这时大楼完全落地恢复平衡 大壮困在泥土中无法动弹 焦急的小帅想伸手救父亲 可距离太远根本不够 这时又是智秀出手 捡起断掉的电线 扔给了绝望的大壮 可能是年轻人太过冲动 亦或是旧父亲切 小帅不要命地跳了下去 这下可好直接白给 大壮为了救小帅 松开电线用双手支撑着儿子 可根本无济于事 两人慢慢往下陷 必死无疑的两人 坐着最后的告别 关键时刻 老朴来到楼下 抄起椅子用吼声覆膜 把窗户的玻璃击碎 父子梁也顺着泥土流进了屋内 光珠三人拼命扒开泥土 救出了大壮和小帅 再次逃过一劫的五人 开始等待救援队的到来 大壮感谢着老朴的救命之恩 光珠则主动出击 和智秀闲聊了起来 两人越聊越投机 有种私定终身的感觉 最后用手机剩余的电量 拍了一张合照 两人的头不自觉地靠近 此刻处于地下500米 此前失效的无人机远程遥控 突然奇迹般恢复 飞到了救援队手中 根据无人机的摄像视频 终于得知坑内还有幸存者 救援队立即开始商讨 如何营救 可天坑周围还有坍塌的可能 并且不久还有特大暴雨 留给救援的时间不多了 未免旁边的大楼也掉入天坑 救援队决定提前炸毁 毕竟人命关天 护主们最终忍痛同意行动 接着救援队用降落伞 把卫星电话和救助物品 投进了天坑里 这是地下500米的可怕深处 被困的五人终于等来了生机 救援队送来了救助物品 包括卫星电话和氧气瓶等急需品 这时救援队打来了电话 得知有五名幸存者 老朴的妻子突然闯入救援指挥室 焦急地补充道 儿子也被困在里面 原来女人和儿子一起外出购物 懂事的儿子怕母亲拿东西太累 提前回家去取手推车 结果悲剧发生 跟着大楼一起坠入天坑 为了救儿子 老朴毅然在腰间绑上绳子 由其他人拉住绳子 接着老朴果断跳到电梯绳上 顺势而下来到了楼底 然后用力扒开电梯门 这时因爆破失误 一旁的公寓楼也掉进了天坑 下面的大楼因此剧烈晃动 导致光珠等人没抓住绳子 掉进了电梯井里 好在老朴顺利来到了地下室 躲在安全通道里的儿子 也回应了他的呼喊声 老朴激动地跑了过去 爆出了害怕哭泣的儿子 这时下起了暴雨 水位不断上涨 危险慢慢靠近 老朴立即背起儿子往上爬 好在墙壁里的钢筋 因大楼破损裸露在外 成了老朴往上攀爬的工具 最终成功爬到了顶楼 光珠等人听到呼救声 立即来帮忙 扒开堵住阳台大门的泥土 就下了老朴和他的儿子 接着 他们来到楼顶 此刻水位已淹过脚顶 头顶还悬着一栋大楼 绝望之际 智秀发现了水桶 突发奇想 让大家收集瓶子 做一个乞丐版诺亚方舟 过程中 大壮发现了一个大宝贝 能当潜艇的大黄筒 他立即让其他五人爬了进去 可大黄筒 只能从外面盖住 大壮毅然决定 牺牲自我 留在外面 把盖子带了上去 儿子小帅 听命呼喊着父亲 四周的墙壁开始疯狂地漏水 渐渐的 大壮被水淹没 大黄筒 随后化身潜艇浮了上去 可上升中 被交错的电线缠住 五人并未坐以待毙 开始疯狂上下左右跳动 大黄筒也跟着灵活走位 终于摆脱了电线的纠缠 再次迅速上浮 结果又有意外发生 一根铁柱刺了进来 大黄筒再次停止上升 谁也不断从缺口涌入 光珠等人拼了命地推 铁柱还是纹丝不动 关键时刻 有人在外面猛踢大黄筒 原来 大壮还没死 他带着氧气瓶游了上来 大壮抱着墙上的钢筋 对着大黄筒卖力地连环踢 终于让大黄筒摆脱了魔爪 同时水开始疯狂涌入 好在 光珠化身一拳超人 用胳膊堵住了缺口 可大壮却因体力不支沉了下去 眼看他必死无疑 大黄筒上的电线 恰好缠住了他的脚 大壮体验了一把顺风车 跟着大黄筒迅速浮到了水面 可大黄筒另一处也突然漏水 光珠等人无法从内打开盖子 眼看水就要淹过头顶 光珠他们只能绝望等死 关键时刻 又是大壮出手 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了盖子 再次拯救了所有人 劫后余生的众人欣喜落泪 救援队从监控中发现了他们 立即用吊车解救了六人 死里逃生的众人成了好朋友 光珠和智秀更是成了相爱的情侣 故事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